我給他查了 你要怎麼上門去 應該還有一分鐘 但是先開個場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外面的溫度好像快到38度 所以在這邊很細的 開到最強發了 但是我想我們大家的 就是星矢是一樣的 那在這樣的炎熱的夏日 然後大家多輪來激磚 然後這是台北文學記的 最後一場活動 其實所以我一定要來 也只要是為了大家的熱氣 第一場有來的可以舉手 沒有的話 所以我們是有許懂中 那我相信更多是 因為黃老師和廖文記來 我們先用熱烈的掌聲 我們今天講的是看得見 看不見的生命和動物文學 那我們把充足的時間給他們 那我自己可以講一分鐘就是 我們今年台北文學記的一些想法 在多年前或是有經歷到國外去旅遊的時候 我就看到日本或是其他的國家 對於當地的文學的 譬如說名人戶居啦 什麼紀念館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 所以在策劃這一季的台北文學記的時候 我們用區區文學 把台北回到一個比較內型 或是比較細的一個單位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住在 你可能住在中山區 你可能住在旺華 你可能知道坐在內部 那你們知道 你那個區域有多少的文人 多少的創作者 可能從日劇時代到50年代 到60年代一直到現在 他們有些人不在了 可是他們的作品 應該還是時時代代影響這個人 所以我們用這個概念 很有區域文學 我們並不是覺得哪個地方 特別方便 我們就在哪裡辦活動 所以那個區域譬如是 我們繞了一圈三個月 我們讓每個區域 再配合文訓雜訓的專題 後去做每一期 我們連續做了四個月 就是三 四 五 六 還即將出版的六月號 每一月都有三個行政區域 被我們探討 我們探討從過去到現在 這些人怎麼在這樣的一個區域中移動 然後留下一些文學的印記 也希望大家隨著我們的設計 然後隨著我們的漢法 然後能夠把這些文學士文學人 記載我們的心理 所以文學是永恆的 就是因為生命雖然不在 它可能留下的文字 卻是它可以實實帶來的影響 還有更多的人正在創作 而且更在觀察這樣的一個社會 或享受這樣的生活 然後從生命的印記裡面 掌群我們今天生存的意義 所以跟大家共同分析 我想我們如果還有機會 再來承辦台北文學記 我們應該用更有趣的後 能夠再次帶領大家 去享受文學 給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 充實和競爭的享受 所以現在把下面的時間 去交給黃老師很了解 那弘敬師今天早上才帶著日出隊 我說是五點半 他說不是 四點半就出發 然後又從花蓮來到台北 所以非常的難得 謝謝 好 那就由我開始 我們時間有兩個鐘頭 那我們剛剛跟黃老師協調 我們就一段一段 我先講20分鐘 然後黃老師20分鐘 我們來先來一個交流 然後再繼續第二階段 那主辦單位給我們的主題 第一個要 第一個項目就是 個人在怎樣的契機 開啟關懷動物 名譽的文學 文學這個方向 那我就講我自己 在第一個議題裡面 自己如何開始關心動物 我想人都是動物 那動物的本能 就是會在他這一輩子當中 不斷的會拓展自己的生活裡面 也就是我們的關懷面 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廣 除了人本身以外 通常成長最好的方式 自我對話 自己跟自己開始講的話 如果能夠的話 往外擴展一些 我們跟社會跟人士 人的世界裡頭 當然會有很多議題 等等這一些 我們開始方法這一些議題 這是往外的第一步 那再來 更好能夠跟我們的環境做對話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身在這樣的一個海港 這個海港有山有海 如果能夠跟天地大海萬物 做對話的話 那就越來越廣 這是我所想到的三個層次 三個層次 那屬於動物這個部分 我想就是天地大海萬物 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當然不是出生就對動物 出生我記得小時候 大概都會欺負動物 人其實是天生的獵者 就是我們的本能 就是會欺負著一些小動物 就是我們吃食物年的高層 所以我們會把所有沒有毒的 都當成是我們的獵物 看待 會去獵殺它 獵捕它 但是 但是當我們跟環境的關係 已經沒有生存層次的需要的時候 所以生存層次就是我們肚子餓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蛋白質 我們需要食物 當這個部分已經過去之後 我們必須提升跟環境的關係 就是提升 我們不是獵人 我們不是獵人 然後疑似關心動物的 這個念頭就會開始 從這裡開始 那我個人跟動物間的關係 大概是30歲 30歲我開始出海捕魚了 那捕魚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還是一個漁護 漁護是海上獵人 但是同時我觀察到 船邊常常來的不是魚的生物 就是鯨豚 因為花蓮海藝 鯨豚之一也非常豐富 所以過去在捕魚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種東西蠻奇怪的 蠻特別的 因為有時候 他主動會靠到船邊 有時候我想靠近一點去觀察他 我找著船隻往他的方向推進過去 他就消失不見了 但是當我離開不理他的時候 他又過了 這種若急若離的關係 我開始被他好奇 到底是怎麼樣的動物 我在那個年代 台灣大概沒有什麼盡頭的資料 資訊跟資料 所以我上岸之後 我常常去找 去找他們到底是什麼 他們到底什麼名字 他們為什麼他們的行為跟魚 有很大的不同 那結果找了走 結果找不到太多的資料 我這個我還特地跑到台大 去拜訪一位老師 來請教他一些問題 我在海上看見了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他送我一本 一類百科講書 就也用不出個所以欄 所以台灣那個年代 對於鯨豚這樣的動物 並不是太了解 那就從30歲開始接觸了這個鯨豚之後 沒有想到更進一步的 後來我進一步的去援助他們 躺上觀察他們很多趟之後 回來之後 那個之後 我開始對周遭所有的 所有的生命 開始感到好奇 我開始觀察海鳥 觀察水鳥 甚至街頭的貓狗 都跟過去不一樣的態度 在對待他們 我重新看見了 不一樣跟我們不一樣的生命 跟我們一起存活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 所有生命 我都開始關心他們 所以我的起步大概是從海上 對鯨豚好奇 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 再來是 剛剛提到說 他們跟船隻的應對 他們有時候靠近的時候離開 行為跟魚類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開著船 然後遇到 遇到一群海豚 這個海豚是我過去從來沒看過的 我非常好奇 所以船隻那天就不捕魚了 那天就開著船隻 後面握魚隨著他們 握魚隨著好幾個船頭 因為想多看幾眼 他們到底是誰 但是上岸去找資料都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他到底叫什麼漢頭 所以對他們是好奇的 海上五年的捕魚 有很多次精彩的照應 像今天早上也有非常精彩的照應 今天早上我帶來 曙光航班 也叫清水航班 就是我們會航行到清水段來 四點半開始出航 所以第一道曙光會照在我們的船前邊 照在搭乘這艘船 所有乘客最美麗的顏色 第一道速度一定是最美的 我們就遇到了 雖然遇到飛旋海豚 是華聯海域常常遇到的 但是它就出現在清水段來 離清水段來下面 大概不到一百公尺 那一群在那裡 那今天的水波又非常非常的乾淨 海水非常乾淨 水溫平靜 整群海豚好像也知道 這是一個平靜的溫溫 不要打擾到水面的波 所以他們非常安靜的 整群表現非常節制而安靜 他們不想破壞這樣的溫柔跟安靜 那個畫面之美的 每到我們船上的遊客還在那裡 人生有這樣一次就夠了 有那樣的感嘆 所以這是跟他們接觸 更熱鬧的是數量 數量 曾經後來常常 學會開船 常常獨自開著船 在海上吹 有時候 偷懶不補筆 就引擎關掉到船隻漂流 我會在家門上寫一些筆記 羨慕羨慕這樣不上網 台灣造船能力很強 台灣港口特別多 但是問過很多年輕人想不想這輩子 擁有一艘船過這樣子的生活 沒有 我們的設想裡面好像很少有人想要擁有一艘船 有一次甲板寫著寫著旁邊出現水聲 我知道有什麼生物跳出海面 轉頭一看是幾隻海豚 就在船前邊距離不遠跳出海面 當我那一刻從甲板上站起來 我在甲板上360度轉一線 不便大家我看到的話 我全部都是海豚在跳 那是被幾千隻海豚 我的船是被幾千隻海豚 團團圍住 而且他們開始在水面做一些 跳躍的水面行為 好像在比賽一樣 一直比一直跳得高 最後我發現整群就在我的船邊 亂七八糟跳 亂七八糟跳 亂鬧得不得了 然後讓他們放棄包圍 我記得是半個鐘頭以後的事情 這半個鐘頭我一直站在甲板上 一直看著他們 當他們離開 我還忘記你的不斷的鼓掌 用力的鼓掌 我知道這是海上才有的風景 陸地上我們走在馬路 馬路邊不可能跳起一隻海豚 這是海上才有 更重要的是 陸地上不可能有那麼寬敞的舞台 允許數千個演員 為我獨一一個觀眾做表演 我用 對不起 先用觀眾 觀眾 我會有機會到海上去 遇到這樣子的場景 我也曾經被大行精嚇一跳 有一次我們作業成跳 天剛剛亮 作業已經結束 我正站在前家門的旋邊 在整理醫生 這個時候一樣船邊水深 轉頭一看夏里大 一顆像嬌車這麼大的大頭 就舉在船前面 用她盤子大的大眼睛 瞪著我看 那是深走可以碰到她的距離 想想那樣的情境 天剛剛亮 我以為看到海怪 任在那裡 嚇在那裡 動都不敢動 一直到她的船邊消失 我還想看出 甚至想看到到底是什麼 不看還好 一看嚇一跳 深藏是我船出的兩倍多 幸好她沒有來通船 其實在海上遇過蠻多大心機 她們不會來通船 完全不會 完全對 因為我們人應該不是她的食物 所以對待船隻 她們一般都是友善的 而且是保持距離 保持恰當的距離 有一面碰到一個古今 台灣叫她殺人警 其實她從來沒殺過人 她其實英文俗稱叫Killerway 她是食物業的最高層 她沒有天敵 她是殺手 應該翻譯成殺手才對 但是台灣就 大家不懂海 就直接把她翻譯成殺人警 其實她從來沒殺過人 所以因為她的名字 取得並不好 第一次遇到所謂的殺人警 船上的我都還有點緊張 因為她們直接向著我們的船衝過來 那衝過來 那是一道六隻 六隻就在船邊這裡 跟我們的鄉處 在船邊跟這艘船玩 玩了半個鐘頭以上 都沒有去碰到船 完全沒有碰到船 害我們白緊張一場 因為她會來撞船 會來殺人 這個是過去的經驗 那無論幾千隻害群 或者是倒行金像一跳 或者類似黃刀古今這樣的畫面 回到陸地上跟我的朋友說 沒有人要相信 沒有人要相信 那個年代沒有人要相信 我們的海藝裡頭 有這麼豐富的精神之餘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開始對這棟動物好奇 這棟動物好奇 觀察它的 除了對金屯之外 後來進一步地去觀察金屯 讓我回到陸地上 開始對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萬物都感到好奇 連困窗也是 大大小小 所有所有的生命都感到好奇 也更進一步地了解 這個生涯我們的自助海島 它的環境跟生態 跟我的關係 我的位置到底在這個環境 生態裡面的哪個位置 我想接觸才有機會 進一步去認識它 這是政府的博士的主張 就是接觸才有機會 進一步認識 認識才有機會 學習尊重的相處模式 我們台灣也許有一個偏見 總是覺得說 我們都不要去接近它 對它是最好的 不要去接觸它 不要接觸野生動物 對它是最好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們過去對於這些金屯 大部分的我們是不出海的 不出海我們就沒有接觸的機會 也就沒有進一步認識的機會 當然更不會去關心它 所以當我們都還沒有接觸 認識到關懷以前 它們已經被我們傷害得非常的嚴重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那不知道表示並不存在 這個傷害不是不存在 而是因為我們背對著它 所以我覺得 我認同這樣的一句話 我們會有到海上去 它們是海洋動物明星 它們很容易可以吸引你的注意 它們很容易可以讓你習慣它 把它當成是我們海洋裡頭的朋友 那關心你的朋友就天然都吃飽 關心你的朋友過得好不好 關心你的朋友處境如何 我想這個就是自然的 保育意識的養成 包括船隻這麼多年來 就是有了賞金活動 跟海洋群這麼多年的相處過後 我想船隻船長 船上的船員也都學會了 如何跟他們相處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式 我舉例來說更清楚了 開賞金船的一位70歲的老船長 好多年前賞金活動開始沒多久 有一次我們清晨遇到一群海豚 就在船邊 當然跟船上的遊客有了充分的互動 大家很高興的得了 當熱鬧過去 船長就不告訴我 以前這位船長過去也殺過海豚 也吃過海豚了 然後他跟我說 過去啊 這麼可愛的動物過去為什麼殺它 為什麼吃它 我想他本身經由這樣的接觸 就知道了 他們的可愛 這麼可愛的動物 主動會靠近船邊 目的上說的野生動物 看著人都看著鬼 快離開 海豚裡頭竟然有這樣的生物 願意來親近船邊 親近我們 所以船長趕出了神 所以經由尋到這樣的行動 而改變了他對這種動物的態度 我想這個就是保育意識的基本養成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也認同這樣子 台灣基本資源非常非常的豐富 非常豐富 豐富到什麼地步 豐富到地球上面80種 台灣短短幾年已經進入到30種 專家說絕對超過30種 應該還有 應該還有會被發現的 像花蓮這幾年 不斷等的新種發現 好像今年也有布施金 大字金也都平常出現 還有一種小曲金也是 好像前圈只有兩三個韓義看到過 那麼花蓮其中只有一個韓義 這是不得了的資源 這是一群靈航金 靈航金 單單花蓮港最好的觀察紀錄 因為我觀察海豚 觀察紀錄 絕大部分都在花蓮港當作魔感進出 所以我自己本身做的紀錄 花蓮港已經進入到15種 無論如果地球上80種 花蓮韓域就已經進入到15種 最好的是兩個小時的航程 我們遭遇了五群四種 今天早上我們的航程 遇到了四群兩種 都是很好的資源 很好的不錯的紀錄 最快的遭遇是出港後10分鐘 就遇到第一群 出港10分鐘 根本就是等在港邊 等著我們出來 一間最大的群體大約是1500隻 正式紀錄1500隻 剛剛說我到海上補一年代 那個圍住我船隻 那個應該超過1500隻 只是那個時候不算正式紀錄 就是正式做檢討觀察 正式的紀錄 最大的群是1500隻 去年的7月4號 印象深刻 那是我這輩子的紀錄 早上出海看見某鄉親 下午出海 下午慢慢出海一到湖境 這個是我個人 一輩子當中 跟靜屯接觸最好的紀錄 上午某鄉親 下午湖境 兩種都難得一見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出海到底能夠看見什麼 我常常這樣形容 海洋無可逸言 但是值得期待 值得我們期待 楊今天要端哪一道菜 要演出哪一齣戲 因為它的寬 它的深 我們都無法猜測 我們也無法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基金會成立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成立之後 有幾位東華大學的學生來 我們基金會當解說志工 有一個東華大學的研究生 他就一直跟我抱怨 畫面海藝整個都沒有海豚 我說不會啊 每度花身體這麼高 他說他每次出行 都遇到某鄉親 從來沒有看過海豚 你看他就有這樣的命 就這樣 人家是求不得 但是他每一次都遇到某鄉親 反而看不到最平常可見的海豚 如何來解釋這一些 我想海洋就是這麼奇怪的一個禮異 為什麼精神之隱裝備 我想就稍作一點解釋 因為台灣海水中間 我們一目瞭然 台灣就站在東亞路旁的邊緣 台灣海峽黃色這一塊 它平均深度才100公尺左右 那花蓮台東花東海盆面對的藍子是這一塊 花東海盆平均深度有五六千公尺 因此台灣是正在一邊淺一邊深 一邊淺一邊深 為什麼生態會豐富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深的生態我們有淺的生態 我們也有 有深有淺 所以台灣的涵義的生物資源一定是豐富的 更專業的說法是 海床200公尺以內的 我們稱為陸同底漆生態 所以整個台灣海峽最主要的是底漆生態 所以台灣海峽的漁港 漁船出去抓的漁 主要抓的都是 生活在海船附近的底漆魚類 我們這邊不一樣 花東海盆不一樣 花東海盆因為夠深 所以北半球流速最快的海流 北斥到馬流速跟黑草 黑草靠江西太平洋大洋性的生態 黑草靠江西太平洋 所以東部抓的是大洋性的虎游性魚類 而鯨屯就是大洋性的虎游動物之一 黑草帶他們過來 所以賞金活動目前就是 宜蘭花蓮不太短 就是很清楚 只在這一次 擁有足夠的金屠質鹽量 來做賞金活動 這是非常明顯 再加上各位看到 台灣野金海的海床抽中複雜 三個海流在這裡交互作用豐富的黑草 台灣海峽的中國沿岸流 高雄屏東外海的南中國海洋流 三個海流帶來不同的生物 每個海流的交會處都會是個非常好的生態區 所以台灣得天獨 老天給我們這樣的地理位置 給我們一流的魚類之鹽 扩正金屯之鹽 當然金屯是海洋食物鏈的最高層 食物鏈我們通常用一個金字塔 模型來形容它 金屯在上面 底下一定有它的食物 就是有魚 金屯不吃魚 所以底下一定有魚 魚底下一定有 一定有小魚小巷 最底下護油動物 甲克類 最底下藻類 就是護油植物 這整個簡單介紹 一個很難的金字塔模型 金屯存在表示魚類之鹽豐富 果然地球上面三萬多種魚 台灣紀錄的有三千兩百種 無論如何世界地圖打開 台灣幾乎看不到 但是台灣擁有的魚類之鹽 或者金屯之鹽 它的種類都超過十分之一 金屯戰略八分之三強 這是老天給我們的海洋資源 金屯資源 我的時間超過一點點 謝謝 我們換位置 全港幅 文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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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副社長 黃金老師還有各位大家好 其實 其實坦白說我今天還蠻緊張很好 因為這應該是我第一次 就是 在公開講和分享這種 所謂的類似心路歷程的東西 所以 這樣一直在家裡瘋狂的翻牆倒櫃 找出一些出土文物來回憶一下 就是說自己到底做過什麼事 其實好像平常沒事也不太會這樣一直回顧 那 我覺得透過這樣一個機會 其實 就真的也還蠻高興 就是回想自己等於是整理了一下 這樣子的 就是 二十幾年來的一個曆程 那 感覺有點像那個白頭宮女化當年 而且尤其我知道昨天的那個活動 就是 所謂三代同堂的那個詩人類 據說 1970年代下 已經是 所謂老中青三代裡面的 老的那一代 所以 就是白頭宮女這樣的感覺 也剛好符合 這個 我們這個年代的 身份 好 那 因為就是 呃 就是 希望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可能 怎麼樣走上這樣子的一個 研究的方向 所以 我自己回頭去想 我覺得其實我是從 就是自己做豆腐 然後到後來 試著去把它結合生命教育 然後到我現在在做動物研究 等於是說 其實一直是在思考 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去 結合起來 那剛好我小時候說 他從三十歲開始 接觸這樣子的一個 動物的主題 那我覺得 我自己回顧起來 好像從三十歲開始說起 不過我不會 不會說那個 一下子講太久 就是我會調重臉講 就是說呢 為什麼我現在有一個 愛好與愛這樣的一個標題 是因為其實我這幾年 就是 這樣才有機會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都一直蠻希望能夠 去搶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覺得現在 在台灣講動物議題 就是大家真的會把它當成是一種愛好 就是說類似 你喜歡貓 你喜歡狗 你喜歡看電影 你喜歡這個 絕唱卡 OK 就是說它好像是一個 類似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動物不是愛好 但是 我覺得關心動物 它還是跟愛有關 可是非常吊詭的是 我們現在又會發現 在運動的論述裡面 然後會聽到一種聲音 就是說大家也不談愛 或者說不敢談愛 因為 就像我們最熟悉的愛心媽媽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談愛 或是愛心 有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其實是幾乎一種 貶義的詞 我會覺得它其實是幾乎一種貶義的詞 我會覺得你好有愛心喔 你知道嗎 所以你去做吧 那我比較沒有愛心 這是關我的事 就是 動物交給有愛心的人去做就好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這樣的氛圍 很多人會覺得說 甚至像我們知道 那個在 在杜寶樂珠街 很入民的一個學者 叫Pinkel Singer 他甚至會 擺明了說 啊 我不愛動物 就是說 我做動物問題 但是我不愛動物 就是有些人好像甚至要透過 這樣的一種鐵金來代表 所以我的關注是因為基於理性 而不是基於好像那種濫情的愛 可是我一直覺得 就是 這種理性跟感情 其實也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對立的關係 所以 如果你問我 那我會覺得 真的就是 我之所以做動物 就是因為我愛動物 而那個愛是一種 可能 就是從小特別敏感吧 我覺得 我對他從小就是一個奇怪的小孩 我覺得那種很小的時候 就會看到螞蟻 然後 我會一直腳受傷 然後 然後在那裡掙扎 我會覺得很難過的這種小孩 所以 如果 或者說 動物的起點吧 有時候 會 會 會有一些 也許像學生啦 或是有一些 有些訪談會 也會想要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後來發現說 真的要講講的話 其實可能從小學開始吧 就是小學我們班上 就是 的確就是小孩子 就會有那種虐待動物的習慣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有男生 抓了蝴蝶 然後我就把他弄死了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是午休時間 我正在吃飯 然後我看到他們把蝴蝶弄死了 我就 摔便當 然後 然後 衝出教室 然後就把他嚇到 印象當中 後來大家就不敢抓蝴蝶啦 但也許我不在的場合 他們繼續抓 我就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說 好像感覺就是從很少開始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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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意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作為一個在意吧 因為在意所以你會去關心 然後會去做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其實就會處在一個 反正 狗非常非常多 就滿街都是 然後你在學校 你就會定期看到 那狗隊就會一直一直的出現 那可能你剛跟一隻狗建立了一些關係 那時候就買吐司餵他們 然後 不久之後就 就 他就被抓走了 所以 當然 那種年紀你當然就很無助了 你就只能去做 你自己 能力在我一點的事情 所以就大概就是 餵餵狗啊 然後看到 人家捕鼠龍 裡面老鼠 通通把他放掉啦 然後可是因為就是 在回顧一件事情後 我就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那個 教室就 有一支麻糬撞到玻璃 然後就 結果我就摔下來死掉了 我就 叫了我一個同學說 就跟我一起去把他買起來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校園裡面就挖塗 然後挖到一半就有一個公友來 他說 我們說你在幹嘛 好 那因為我看過那個公友拿棍子趕狗 所以 我對他印象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有點 就是 沒好氣這樣 我就說我在買小鳥 然後他就看看我的臉 然後就跟我說 我會考上北一女 你相信嗎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看見到你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不相信 因為 台北就是我國中成績 就普通啦這樣 然後 跟我一起去的那個同學 成績非常好 然後我就指著我同學說 他才會考上北一女這樣子 然後 那個公友先生 就很篤盯的跟我說 不 他不會 你會 然後 然後 他就說 你本來不會 可是因為你埋了這隻小鳥 你的運勢就改變了 我說做起來就是很奇怪 你這樣以為我虎賴沒有 就真的 就是一個很古怪的經驗 他說 所以你會考上北一女 然後就說 這種口袋掏出一個 八卦的那個 空半 然後就綁一條 紅繩子給我 我就說 你就帶你這個去考試 然後我就考上北一女了 所以後來 我就覺得 這部現在蠻勵志的 就大家如果 如果 就雖然不要對動物抱 帶著過度的期待 就是就如果你想要鼓勵 身邊的朋友說 多做好事會有好抱的話 就是埋著小鳥 可以考上北一女 就真的還蠻莫名的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的這個事情 但是我好久沒想起這件事了 就最近在想 整個都會突然突然跳出來 所以直接到大選之後 其實當時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幾年台灣 常常有一種聲音 說台灣的動保就是貓狗保 所以大家只關心貓狗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其實台灣動保 是從魚開始的 就是說 那個真正嚴格意義的動保 然後有動保殘體成立 其實是八十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 就突然流行一種娛樂 那種錯魚 那就是把魚當剉皮那樣子 非常殘酷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大一 然後我就 剛好師大那邊 夜市那裡 就開了一家錯魚店 我就跑去報警 然後後來當然就 當時官法生命協會就成立 其實就從 那個法錯魚病毒開始 然後我覺得到大學之後 當然就開始 陸續想要去思考說 那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就開始去接觸一些團體 可是我覺得最主要的關鍵 還是就是到我 就是開始去教書之後 那 所以我覺得我生命中 有兩個重要的工友先生 一個就是剛剛那個 另外一個就是我去教書之後 我們學校的 當時的一個工友先生 因為那個年代真的 依然是那個 你走在路上 隨便到處都會 一直遇到狗的那個年代 那你到了學校一樣嘛 其實是重複的循環 就是當年是學生 現在是老師 那一樣定期有狗 然後學校就會叫工友把他抓走 那那個工友其實心很軟 那就不忍心 然後我已經忘記他怎麼發現 總之他就發現說 我關心這件事 他就開始每次抓到狗 就通報我 對不對 就交給我 然後慢慢 我無幾可失之下 我就只要把那些狗 通通帶去住醫院 然後其實那時候 就是每個月薪水 大概都會在付那些狗的住院費 然後想辦法送養 可是其實狗非常難送養 那所以 所以坦白說 其實像現在很多那種中途 當然很多照養很差 我覺得 可是那其實是一種共業 那就是台灣那個年代 必然會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 後來當然就變得去找了一個 就是 就是 愛惜媽媽 然後等於 就轉交到他那裡去照顧 每個月去付那個 住宿費這樣子 然後可是那工友先生 他就覺得說 狗只要交給我 因為他不忍心去通報 那個環保區 可是跟我狗追不見 然後而且好像都有好去處 他真的看起來就一直不停的抓來 那最後呢 我就無力出貨 就下 就拼命在想辦法這樣 所以後來就開始真的就思考說 到底有個團體可以幫忙 然後就 就開始因為這樣的送養 然後就開啟 後來 開始就動去找一些團體 那剛好因為當時 就是我姐姐在台大 那台大一天 那台大一天 就發現一個當時 也是滿正寒的一個事件 就是瘤酸狗事件 就是 有人對於校園那邊的狗 大量的破瘤酸 那他們當時因為擔心狗的安危 所以就把 他們當時僅剩的一些狗 就也是一樣 撈出來送養 所以我們那年代 就真的找出土了 我覺得我們以前那個印表機 還是這種點具 那個畫質很差 然後去那種PPS 報告欄上面去刊登 然後送養其實也很不順利 一直被退 所以後來 結果其實還是沒辦法 就走去愛心媽媽那裡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因為自己在學校教書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其實是學輔導 我在輔導室 然後我記得有時候 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然後我覺得非常震撼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做輔導 然後我們在做生命教育 可是我就開始去找我們的那個 教材 我們的教案 就是我們的課本 三年六學期 沒有任何一個單元 跟動物有關 我那時候覺得非常的震驚 就是說因為我們 一直在談生命教育 可是其實我們的生命教育 就是人本教育 我們的生命教育 是不談動物的 那這幾年當然開始有 可是那個生命教育 常常都還是 是限於一種 我們愛的動物 那樣的一個層次 所以那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自己能做什麼 就開始設計一些教案 然後其實就很天真啦 就把每一個我想得到的議題 就把它做了一個生老的教案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想要去推廣 我就跑去找那時候我的關懷 其實就現在動社的那個師傅 他們就去說 我做了這些教案 你們可能推廣啊等等 後來其實就是一直坦白說 我覺得就一直想盡辦法去想說 你自己能做什麼 那當然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等於也把這些東西 就放到我的那個課程裡面去 可是以前就真的比較天真 所以就比方說 我就會放那種屠宰場的影片 然後我自己還不敢看 我就跑去教室外面 說怎麼看完 我再來關這樣子 後來想說 我當年沒有被告 真的我運氣好 我當年的家長比較 比較不會隨便去告老師 不然我應該早就被告了 就是對他們那個 孩子造成的身經受創這樣子 然後老師自己還不看 然後就跑去一些團體啊 就幫他們邊看路啊 然後寫稿啊 所以就真的就把一些 出土文物找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我姐來講說 其實大家都說 啊 台灣動保 就是皮革貓狗 對不對 我說可是我們寫貓狗 我二十年前都在寫這些 我在寫魚啊 寫經濟動物啊 寫馬戲團啊 寫動物園啊 問題是沒有人要離母門啊 所以這些文章 其實也就是寫心思願的啦 我覺得就是那時候 幫關懷他們 就是等於說 定期寫一些文章 去投這些報刊這樣子 那可是也就是 就是盡可能的去思考說 你還能做什麼 然後包括就是 其實這是我昨天 因為我在臉書上的時候 我在把我家整個書 幾乎快翻過來 我要找這雜誌找不到 後來竟然我的大學同學 他留了一份 所以這答案還是他少給我的 就是跑去應徵這雜誌 想說欸 這大學算是把文章 跟動物結合得起點吧 就是我覺得文章裡面 有很多對動物的偏見 所以那時候就跑去應徵說 欸我想要來寫這樣的主題 但是這法治後來就 惡性倒地了 後來都沒拿到稿費 就默默的倒了 那進到學院之後啊 我覺得就是 努力的把動物研究這東西 拉進來 所以剛好前兩個禮拜 其實去學校另外一個 安慰演講 然後那時候跟那個老師聊天 結果我自己回頭就想 我覺得在文學系 尤其是中文這個學能 去做動物 真的有一點點是 就是硬生生闖一條路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的 那可是最早的起點 其實是我的說書論文 所以 所以坦白說 賴老師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作家 因為我說書論文 那時候寫《驚吞》 然後那時候去化言訪問 然後打電話去立場約 我還記得 這樣就二十幾年很恐怖 然後總之呢 就是 其實我書論的那個年代 原來沒有這種 其實沒有這種名詞的啦 這名詞有點我自創的 可是當時 開始有自然書寫的研究了 那最早的是那個 簡易銘老師 然後陸續有一兩本出現 然後因為大家做 劉克香那時候 已經累積一些作品 所以大家開始做一些劉克香啦 然後包括 王潔老師其實也是那時候 桃海人 就是開始有一些 這樣環境的書寫出現 然後所以就自然書寫這個名詞出現了 可是沒有人再談《驚吞》 那時候還好我覺得 我運氣很好 就我知道教授 其實在這方面想法也很開放 他沒有那種就是過去傳統文學 研究的那樣的框架 所以我就說 老師我想做 我想做 一開始我說自然書寫這句話 可是來我想了半天 我覺得說 其實我對植物沒那麼有愛 我就是想做動物 然後再把動物再縮小一點 就覺得說 那來做金桶 因為那時候真的也 沒什麼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可是坦白說 我不是他那時候 我就逃走了 因為就覺得做這個議題 坦白說 那時候真的還是 沒什麼人接受的 就很害怕 然後相對 當然文本也沒這麼多 所以我就跑去做家作 然後直到 然後我找到工作之後 那又回頭想把那些東西解回來 所以我覺得 我是一個逐步滲透的一個狀態 就是先從大家能接受的 那個自然書寫的框架開始 然後到了 其實這三個是我前三年 那個科技部計畫的 我當初提的一個方向 然後到第二年級 我就不想只談自然的 我就想把它拉回來 所以我就放回動物 然後從 流浪槍、豬天心 他們的作品開始 然後到第三年 我其實就把它拉到那個 那個飲食裡面的那一塊 就是那種裡面一些 動物虐待的議題 我想談那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一個 一直 就是好像 一方面把它 一點一點滲透到 那個一般人比較習慣的 研究主題裡面 然後一方面 其實自己也一直在思考 那樣的一個轉向 那我覺得 比較具體的一個轉折 其實是到了 後來我們有一次就注意到 其實台灣好多像路邊 所以我就忘了 你入場 反正大家去玩 都會常常看到這種 這種雕像 就是說我們 其實我們做動物塑像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我們跟動物的關係 是很遠的 然後那時候 產生了這個念頭之後 我就開始去思考 我們城市空間 跟動物的關係 那剛好這幾年的 那種文學地理的研究 其實也越來越走向這個方向 就發現有一些可以結合 那種空間研究 跟動物的 倫理的一些思考 那所以就從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然後到後來當然是那種文字 就 就往這樣的一個方向去走 就是 因為這其實就是我自己 真正比較想做的事 那但是坦白說 就是 前幾年的時候 其實寫動物是一件 非常非常冒險的事 就經過你投稿都不會中的 好 那其實我覺得是在過程裡面 那當然很幸運 遇到一些 傳媒觀念比較開放 然後比較友善的 一些審查人 然後慢慢慢慢 你就累積了一些發表之後 大家才會比較 漸漸的去相信說 原來這東西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研究的 那 那後來就 就一直陸續 再去 慢慢也有一些 痴疼到我的朋友 我覺得這幾年 對我而言比較大的一個 轉折 其實是在 就是2013 那種荒全病事件的時候 那當時的衝擊非常巨大 是因為整個台灣那時候是恐慌嘛 所以有很多那種 各種虐殺動物的案件出現 然後丟狗啊等等 然後你那個絕望感覺說 你發現事情跟20年前 你剛剛開始接觸這塊的時候 沒什麼不同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等於是 找了一些朋友 那 就一起在網路上去做一個連書 然後 呼籲大家寫一些文章 去召喚一個跟動物的記憶 還有一些連結 所以後來做了這本書 那我覺得這本書 對我最大的一個意義 所以後來就認識了一群志工 那我覺得大家在這方面 其實就一起去想說 還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這大概是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是對我而言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樣子 那去年當然因為 出版社會邀請 就把這幾年一些開課的 一些這個內容 跟一些思考 就把基建成 然後又變成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對 我們現在分享到這邊 謝謝 接著我們先對第一個議題 有沒有在座想回應 或者想提問 第一個議題 如何從接觸裡頭去觀環動物 那各位不曉得生命裡面 可曾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可能是跟對待某一種動物 然後開始進入更大的關懷 或者說更甚至進入書寫 進去開始書寫更萬物的對話 然後我要試 cambio 有沒有 請請 剛剛開始跟金盤接觸的時候 是為了補金盤來賣的嗎 bs 為什麼會跟金盤接觸 是為了學術研究 還是商業活動 開始我在捕魚 但是堅囤常常出現在場邊 但是它不是魚 它不是我們捕獲的目標 所以我抓魚但是不抓堅囤 但是在那個之前 因為我捕魚那個時候 他們應該已經是防疫的動物 所以我們也不能去捕獲 但是更長一段時間 他們都是尋常的疑惑 那跟台灣的關係 我們吃海的沒有吃很多年 我舉例來說 我大概開始做海上金屠觀察的時候 雖然他們是保密類 但是如果有一隻金屠擱淺的話 如果是活體擱淺 那個年代時候大家 沿岸的這些居民就 拿著大方的水桶就趕快過去了 就是並不是去救援 而是去隔離快樂 因為大家喜歡吃金屠肉 在那個年代都還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金屠擱淺 就不會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個年代如果 如果我這樣說 等一下我們晚餐吃海豚肉好嗎 也是一個很平常的話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改觀了 完全改觀 所以我跟金屠的接觸 並不是捕捉它 而是我在捕魚 但是它是海洋生物 所以它經常在我船邊出現 引起我的好奇 它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行為可以與這麼的不同 那這樣子延伸出來 後來寫計劃去從事海上的金屠館長 這樣開始 那我想到那個明威的老人魚孩 我現在就想到這個故事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樣的魚 它捕得很大很大 那是鯨魚嗎?還是鯨豚? 是 它是馬鈴魚 就是鯨魚 我們一般講的鯨魚 而且應該是鐵皮鯨魚 就是後來捕魚 我知道這種魚 鐵皮鯨魚 一種鯨魚可以長得蠻大的 鐵皮鯨魚 那個魚是有攻擊性的嗎? 在老人魚孩那個樹 其實我們人是岸上的食物鏈 他們海水裡面的魚 包括鯊魚 鯨魚其實都是 鯨魚是因為誤會 鯨魚從鯨魚裡面 大概只有少數幾種 會因為誤會而攻擊對不對? 包括我們看這個 是海獅啦 海豹啊 企鵝 所以三個魚這樣來攻擊我們 它不會說這是人 我要去吃它 不會的 鯨豚一樣 鯨魚也都是 可是鯨魚它的個性暴躁 它的脾氣非常非常惡靈 所以當你用掉掉了它 它會回過頭來用它的嘴尖撞穿 甚至撞人 因為不能這樣直接被刺死的東西 鯨魚標塔 然後它回過頭來攻擊船隻 攻擊人類 這是一個 但是它主動攻擊人類是不會 不會 非常謝謝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那老師您好 我想詢問一下 剛才老師有分享到 鯨豚不會主動靠近船 那台灣最近有一招是 一個瓶瓶絕種的 一個鯨魚 它被釣到了 那關於這個事件 老師有什麼可以分享嗎? 是 鬼魂在 在國際上 絕大部分都已經是保育類 但是台灣還不是 還不是的理由就是 台灣還蠻多的 台灣遇到它的機率還蠻多的 我捕魚之後就曾經看過 它是非常巨大的 大約展開來兩三公尺都不是問題 抓到這種魚 也沒有辦法把它拉上架 那這種魚 一般熟成Monta Monta 是潛水人員的 畢生目標之一 就是潛水溢到這種魚 因為它實在是太壯觀 那這種魚在台灣 過去都還是尋常的疑惑 過去都還是在捕抓它 那這位船長捉漏 它當然應該是捨不得 捨不得 立刻就把它放掉 因為台灣還不是 它還不是保育類動物 所以捉害來 它應該是想賣的 但是因為台灣潛水的人 越來越多 潛水人對於魚 會用不同的角度 這在國際上已經是個 非常稀罕 珍貴的魚類 我們為什麼還這樣子抓 所以就產生了這樣子的錯誤 那最後它還是迫移 迫移論壓力之下 還是把它放掉 特別是縣政府進入協調 它就必須把它放掉 我想這就是因為有更多人跟海洋接觸 更多人知道這種魚在國際上 它是一個多麼珍貴的魚 我們不應該用魚類 用海鮮來看待這種魚 這是好的現象 不只這個 對啦 之前也有在哪裡釣到石板椅 搭的石板椅等等的飛行 也開始有的螞蟻 不應該 這種魚都不應該 用食物層級再看待 應該提升跟他們的關係 要不要再看待 要不要再看待 我剛剛問一下方向杰老師 就是剛剛廖洪杰老師 其實剛剛廖洪杰老師有提到 對於生物的接觸認識 相處跟懷懷的部分 可是其實從大家對於很多動物方面 其實有些也不見得是非常喜歡 像是爬蟲內裡的蛇 大家可能會對牠有一種恐懼 可是對於一開始有恐懼的話 就很難去接觸或認識牠們 像是可能就是用亂棒打死牠們 那很難就去談到保育或是愛護牠們 那對於這樣的比較低階層的動物 要如何看待保護牠們這樣的方式 謝謝 謝謝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回到剛剛說的 我覺得台灣沒有生命教育的解釋 就是說 我自己的這幾年的一個感受就是 我身邊可能真的很多朋友 他們平常可能也真的會關心很多 各方面的議題 弱勢等等 可是對於動物這件事情 我們發現牠們是不知道 所以就無從關心起 牠們可能根本不知道現在的動物的 怎麼處境是怎麼回事 那所以回到比較像蛇 像一些可能就不是那種 比較容易引起矚目的那種植物動物 或是比較指標性的黑熊啊 白雞熊啊 石虎這種 就是可能有一些團體 牠們會比較主力在推動的這些野生動物 那可能牠就會變成說 對一般人來講 牠就是一種厭惡動物吧 我覺得蛇的一個處境 就是比較屬於這種 金屋老鼠這種 就是厭惡動物這一包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必須要回到一個就是說 今天我們先不去談 我們怎麼去保護牠 而是去談就是說 那今天你看待 你如何看待你的厭惡動物這件事 因為每個人厭惡動物的對象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那個觀念 對我而言 牠不是一個針對物種 不同物種 我們要有不同的一個方案 而是一個核心的 就是說對於我們愛好的也好 不關心的也好 甚至討厭的害怕的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對就像剛剛我們講說 那個接觸牠 那個接觸牠是一個 但具體很難 它是一個不同的距離 那今天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前提 是比方說有些人牠可能很怕狗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那今天你讓一隻校園犬 出現在那個我活動的空間 那就對我巨大的一個剝奪 跟我的權益的傷害 那但是我都會覺得 其實今天就是說 我們應該先接納一個觀念 就是我覺得我們要去承認別人的恐懼 這件事 而且去接納別人的恐懼 就是每個人的恐懼對象都不一樣 有些人怕蛇怕得要死 有些人可能怕狗 有些人就是怕蟑螂 然後怕不同的東西 可是那個真正對我來講 最有意義的核心是說 那你害怕是否就等同於 所以我們要因為我怕它 而消滅它移除它 我覺得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那這個邏輯一直是一個沒有被挑戰過的 所以今天就是可能一隻什麼蜘蛛也好 對不對 然後可能一跑進來 然後你就尖叫 尖叫完就一定第一個牌子 脫鞋趕快就是送上去吧 那當然就是說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最快去消除恐懼的方式 但是那個方式是不是太理所當然 我覺得我們過去很少人去挑戰這個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先從挑戰這樣的觀念開始 就是說你還是可以怕它 你也可以討厭它 但是那個情感 你個人的主觀情感跟我們如何對待 我覺得這兩件事必須要把它拆開來 那當我們可以把它拆開來之後 大家才有可能比較先敏進去的 去討論那個對待的問題 那那個對待你就不見得是 當大家都有這種觀念的時候 他就不見得是要特別把它 好像放到一個什麼什麼紀念館裡面一樣去 說我要保護它 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慢慢去建立這樣的概念的時候 那你看到那隻蛇 你不會那麼大驚小快的時候 你就不會立刻啟動你的那種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過度防禦的機制 然後就會做出那種 啊我們先把他打死在那裡 然後打死他 然後說沒有他不會咬人或沒毒 來不及啦 就害每個地方生命他就死了 對所以對我來講 會覺得還是回到那個核心的教育的問題 那當我們回到那個核心的那種觀念的改變的時候 他才有可能會變得說 他不是一個好像 你每一次遇到一個狀況 你都要重新來討論一次這樣的事情 或是一個不同的物種 我們就要討論一次 而是他應該是一個可以去跨越物種的邊界 然後是一種普遍性的原則 那我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那這個部分我也補充一下 蛇它不能害怕 那我過去會害怕蛇 但是不會打死 但是我看到蛇的時候 我也害怕加興奮 不曉得為什麼這是一個 然後我會注意去觀察 它是哪一種 它有毒、沒毒 它的體色等等 就是辨認它 辨認它 如果它是很罕見、很稀有 我會更新的 看到了過去沒看過一種 就是這是一個改變 過去因為害怕而避開它 現在是幾乎不觀察它 因為我也了解 沒有一個社會主動攻擊在那裡 就是你只要保持距離 你不要去觸碰它 大概都是安全的 好 那我們就進入第二個 第二個是賞金的部分 賞金多年參與 不好意思 一樣賞金這個部分 就由我來說 我想先跳過去幾張 時間不高 因為雨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在跟魚類之間很豐富 再加上整個海藝之間很豐富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豐富的存在 但是為什麼要進一步的認識金頭 我想都是透過認識 才有更進一步的可能 如果我們屬於陸地 它們屬於海洋 完全無關的話 恐怕我們這一輩子 也不會從這種生物的身上 學到任何或者說 得到任何的機會跟感分 它提供給我們很多很多的 在我記得我第一次看見海徒 是在儀式場 我從小不曉得為什麼 就很喜歡光儀式場 那後來自己成年之後 也常常帶著女兒去光儀式場 那才小學吧 光儀式場 我小學的時候 被父母帶著光儀式場 覺得很高興看到這些 所以我理所當然覺得 我的女兒也應該會喜歡 所以照她帶她光儀式場 有一次光儀式場出來之後 我女兒進來拉著我說 爸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看死魚 我開始才想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樣的意思 我在儀式場圓次 圓次觀察到 除了有魚 魚貨還有一整排海豚膽 在那裡等著牌膽 這是更早一次 它過去是尋常的魚貨 過去它提供 那個是動物蛋白質缺黃的年代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抓了很多海豚 吃了很多海豚 那走過去 你看它長的跟魚真的 有點相似 但是很明顯可以看出不同 各位知道哪裡不同嗎 如果在岸邊看到一隻海豚 或者是魚擱淺 你能夠分辨 這是魚 這是海豚嗎 應該不難 應該不難 因為從它的尾棋 魚的尾棋是跟身體垂直的 它是用左右擺動尾棋來推薦 來推薦 那筋屯是水平的 它的尾棋跟身體是水平的 所以它是上下排檔為前進 那麼有人問說為什麼 因為是哺乳動物 他們是哺乳動物 我們也是哺乳動物 所以下次各位在游泳池 可以四個兩腿病嗎 看你能不能夠左右擺動 你的限制就只能上下排檔 這是為什麼 一換過來 那個年代是當作魚處理 所以肚子剖開之後 內臟流出來 我一看 跟魚的內臟完全不同 它有繪章 它有肝腸等等這一些 跟我們的內臟比較像 因為哺乳動物 跟中的內臟比較像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台灣一般漁護就稱它是 埃迪亞 埃豬仔 第一次一間金屯是在歷史上 剛剛提到過的 金屯是海洋食物面的高層 就是在這個海義 如果金屯存在的話 表示說它的食物臉 這個食物臉是存在的 有它的食物有魚 所以它會存在 為什麼進一步了解它們 也就是因為 魚在水面底下核動 它有塞可以得到空氣 它並不需要補足水面 但是牠們不如動物 必要魚孔都在空氣裡面 換氣更呼吸 所以這個海義看到牠們 35年之後 這個海義看到牠們減少了 表示這個金字塔可能鬆動 如果在35年之後 牠們節績不見了 這個金字塔應該是垮掉的 所以牠們被認為是海洋生態指標 這個海義他們出現 所以用這個例子 台灣海峽跟海洋 就很明顯的差別 台灣海峽看到金屯的機會 幾乎是零 除非中華牌 中華牌從苗栗一直到台南 將近200公里的沿海 有紀錄的70隻 不到70隻 他們已經快要接種了 所以西部因為過度開花 海洋線的變遷 加上人口 工業 衛水的集中排放 所以那裡的環境應該很糟 所以牠們的資源量就低到 低到不到70隻 這個就是生態指標 那東部明顯的應該比較好 東部第一個大概的殼少 工廠少 所以排放的衛水也比較少 另外一隻黑潮 因為流速流量都相當驚人 所以單獨排放的這些衛水 很快黑潮就幫牠帶到日本去 所以我們這裡隨時都在換水 所以保持著比較好的 這樣子的生態 既然老天給我們這麼好的精神之言 要請問各位 你夢見過很多嗎? 沒有 沒有 機會不大 因為你的生命裡面 跟牠的接觸並不多 夢雖然不重要 但是夢是一個指標 我就常常夢見很多 我才是台灣少數更加平衡接觸的人 常常在夢裡面開車 但是夢裡面變成開船 船隻就停在紅利燈下 十字路口圓排海中排隊通過 這樣就這樣子的話 就是海洋跟陸地都是我的生活領地 所以這兩個部分大概都混淆在一起 今天我的夢也就表示 我已經能夠跟牠接觸的關係密切到 我能夠得到牠給我的一些養分 比如說我能夠書寫來蹲 也不是平白無褲的 就是因為我跟牠的關係 這個關係其實是可以用現實上來檢驗它 既然老天給這個海島這麼豐富的精神之言 台灣有幾位藝術金屯成為金屯博士 成為金屯專家的 不到五個 真的不到五個 金屯博士真的不到五個 這真的是很可惜 明明是老天給我們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以後有機會夢見金屯 做夢是一個開始 但是它就是一個明星 你開始得到它給我給亞分 底下以台灣有幾個作家把金屯當作文學題材 讓自己成為海洋作家的 就一個 放在這裡就一個 那應該這麼少了 我的意思是 希望更多人夢見它 就是希望更多人得到它給我們的養分 當然都是吃它 我的意思是 給我們一些藝文養分 科學研究的養分等等的這一些 這是美國 金屯之言不如我們 但是一個半世紀以前 他們用金屯當文學題材 寫了這樣一本書 那我是寫這一本書 這是我的第二本書 大概簡單說 我是二十一年前出版這一本書 這本書的由來 我大概簡單講 那一年 買了自己的遺傳 有了遺傳之後 第一件事情 我如果把船上的以某一句都寫了 不打算再捕魚了 因為過去在海上 即使都會精彩的金屯 回到陸地上 沒有人要相信 真的沒有人要相信 我們的海域裡頭 有這麼豐富的金屯之言 所以想說 組成一個工作團隊 用我的遺傳當工作團 我們就到海上去記錄他們 動機很單純 跟我的朋友證明 我們的海上是豐富的金屯之言 就這樣子 但是一個陶海人 也沒什麼錢 剛買了船 要做這樣一個計畫 我要請一個船長來開船 要請一個對金屯研究 至少是個研究生的身份 我要付給他們薪水 但是我真的沒有錢 朋友都建議寫一個計畫 到處去目光 寫一個計畫 到處去敲門 到處去目光 結果從年初一直不凡到六頁 一換成都目光 大概是陶海人的身份吧 一換成都目光 但是我很想做這個計畫 那一年 幸好這是出版的第一本書 認識 護看編輯 認識出版社 所以就去拜訪的護看編輯 拜訪出版社 我記得到出版社 找到了社長 跟社長說 我來募款 社長一聽到募款 就說 我就跟社長 這樣好了 我寫一段書 寫一段精準的文學書 就給你出版 你盡情給我做計畫 一支百歲 一支百歲 沒有想到社長 提一下腳步 回過頭來 問了這個計畫 當我說明這個計畫之後 他請他的秘書出來 當著我的面就打了 當出版文言 要我簽名 我知道這個道歉 心裡高興 合約內容根本就沒看 所以我們一直進場去 進場去 進場去接到二十萬 船隻加拿編輯的工作人員 基本薪水消毒成立 我們在一九九六年的六月到九月 依靠在華麗阿易之星的 三四個調查函視 每天到喊上去就是專門去找他們 找到之後 船長以為他的技術多好 加拿編輯 他們就衝過去 衝過去 因為海洋是他們的家園 他們擁有上渡空間 而我們來自陸地 我們只能踩在甲板 而船隻只能湖在海內 我們只有兩棟空間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都無法接近他 所以了解到必要表達我們的善意 那個善意就是希望他們 允許我們更靠近一點 我們才能夠激認到更好的資料 如何對一群海豚表達我們的善意 你總不能對他們大聲喊 我們是好人 不要怕 有人說用食物吸引他們 我們也做過 帶了好幾箱的魚到海上去 看見海豚群開始泡魚給他們吃 好幾箱的魚錢都都泡下去了 結果發現沒有任何一隻海豚 回過頭來自船上泡下去的魚 他們的態度非常明顯地告訴我 這是我的家 你們從陸地來 來我的家裡又餵我不吃東西 我要吃的是新鮮活潑的魚 我要吃的也會自己抓 我才不吃你們船上丟下來的食慾 非常清楚的態度 我們就覺得尊重 真的是需要尊重 那個尊重 那個尊重是這樣的 我們用人跟人的例子來說 你去找你的朋友 按個門鈴敲的門 朋友們打開 你就告訴他 嘴巴張開 用人跟人的關係 我們就非常清楚知道 餵食其實是個不得意的 不得意的 而且是一個上對下的行為 是不是太懂得尊重的行為 特別是到人家家裡來辦的 所以知道餵食不適宜 絕對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我們必須表達善意 那如何表達善意 這就是一個 我們知道尊重這兩個字 我們知道尊重這兩個字 開始摸手 如何跟他們相處 我們很有耐心的 對待疫情還是叫做 也許陪伴他們四五個鐘頭這麼久 我們就慢慢得到這樣的機會 因為懂得表達善意 發現他們縮短距離 每一次下潛的時候就縮短距離 比如說原來四五百公司的距離 他就下潛了 慢慢縮短兩打三打 有時候好多機會他們就在傳遍不走 就在傳遍不走 表達善意是有效的 尊重的方式表達善意 那個時候我們就能夠專門的紀錄他們 紀錄過後 這一趟的任務算是也滿完成的 表哥也都挺忙的 照片也都開了 那這個時候 有時候他們還在傳遍不走 或者是海上調查工作 很難忘的一刻 會把衣服脫掉 跑到團結上 他們會跳起來 我會跳下去 有個朋友等在哪裡 等著我向他游過去 帶著挖件穿著挖件 向他游過去 如果是你的話 游過去你會做什麼 別告訴我出逐他到海王子 第一次見面喜歡就騎上去 可以嗎 用人跟人的關係 就非常清楚 可以知道尊重是什麼 我的手都背在背後 從來沒有伸手觸碰過他們 我也知道第一次見面 伸手是個靜患的行為 因為懂得尊重 所以他往往允許我 從在他的世界裡頭觀察他 允許我跟他並肩朋友 即使時間短短的幾秒鐘 但是那短短幾秒鐘 我要跟各位分享 像第三類接觸一樣 那是會改變我的生命的 那一種來自陸地的我們 終於可以跟 代表海洋蘇聯高層的他們 有了這樣子的接觸 懂得尊重的接觸 這個是讓我這輩子忘不了的 美麗畫面 非常美麗的畫面 我常常形容說 短短幾秒鐘的並肩同流 足以改變我的一生 我也常說 這樣的機會 離岸幾百公尺而已 這是藍天給我們的 藍天給我們的機會 所以那一次就 那三十個行事紀錄了八種進退 好幾種就是台灣的首次紀錄 由民間做的一個海上監察觀察計畫 更重要的是發現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二點四 不得了的資源 所以回來之後 做完小有成績的計畫 把合約打開來仔細看 糟糕 當初簽約借錢 要交給人家一本書的日期 只剩下一個半夜 所以我只好就買每一種 在海上遭遇的經理 把它各自寫成一篇文章 來交參亞事 我的第二本書 今生今世 這本書根本就是為了還債 目前的書 所以我的動物書 就是為了還債開始的 這本書竟然賣得很好 果然那個出版社的社長也很光 因為台灣沒有人寫入 另外一個奇蹟是這本書 這本書不只賣得很好 這本書還是目前用在教科書裡面 比例最高的一本文章出版 裡面非常特別用過 國小學中高中一直到大中用書 題目是我很會寫的 是編書的委員 如果要做精準的文章 對不起 這樣自己真意 所以他讓我成為課本作家 人生就是有這一些驚奇 如海良的多郎一樣 這些驚奇 還蠻有意思 為了還債而寫的書 沒有想到自己也成為 成為這種自然寫作 有些人一直質疑說 我從捕魚 然後到精準的觀察 這中間好像有太大的衝突 對我來說我覺得都很自然 好像爬樓梯一樣 我如果沒有捕魚 就看不到這些精準 沒有輕易不接觸精準 也不會去成立行李小組 去做這樣的一個計畫 也不會有這樣子的書寫 對我來說它是一塊的 我也要在這裡強調 其實我們在出生開始 我們就是一個地球的消費者 我們因為是食物鏈的高層 那生態生產者一般都是植物 那我們是動物 又是食物鏈的高層 必須用蠻多的食物 蠻多的資源來供應我們的存在 所以我們註定就是一個生態消費者 那這樣一個註定 可能得先自我了解 我們的角色 我們的角度在哪裡 那這本書 不只這樣 這本書其實還促成賞金活動 這很多人都知道 為什麼它促成賞金活動 就是當初結的這麼樣的資源 如果有一艘船能夠帶著 可以不親近海洋的我們 被這種海洋動物靈心吸引 而願意踏上加班 願意航行出海 尤其台灣最困難的一部 就這樣子給踩出去 當時是這樣想 所以造好一艘船 但是船隻造好 政府單位一直撥劃給執照 因為台灣的船隻管理還蠻嚴苛的 撥劃給執照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把船開進去 但是船隻造好的 資本都投下去了 但是不能夠出海 每天去拜託證明官員 甚至有一次他把利物放進去 就拋在我的面前 然後跟我說 你去幫你去找 找不到賞金船三個字 就畫給你執照 意思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 畫給你執照 怎麼辦 後來等了幾個夜 政府的某個單位 政府的某個單位 畫給我一張公文 這個公文說 要討論賞金船 終於政府眼裡來討論這件事情 很高興的準備好的資料 來到會場 來到會場之後發現 之前在爭取賞金船的時候 就認識幾個政府官員 他們也當場 認識幾位行程 他們也當場 他們看到我竟然投鼻過去 連打招呼都不打招呼 我心裡非常糟糕 我以為這次會議 是來擠進賞金船的問題 沒有想說 他們真的是要擠進賞金船的問題 這應該是一場紅門業 他們打算封殺賞金船 果然會議一開始 每個官員每個鞋子 站起來畫眼都在罵我 都在罵我 罵得我頭垂下來 我知道賞金船 永遠都開不出去 這個時候 那個單位主持會議的處長 他先過會議暫停 處長還說 理會者請不要離席 只是暫停 大家有點奇怪 他為什麼這麼做 這時候處長請他包包裡面 揭出一本書 翻開其中一頁 反漫而有力的 朗路而其中的一段 朗路過後 處長大聲讚嘆 寫得真好 然後處長先讀會議繼續 接著輪的一個官員站起來 他想要罵 但是又不知道 創家的樣子是什麼 就在那邊嚴密了一下 然後就比較委婉的 還是罵我 還是罵我 後來有樣寫樣 接著還是罵我 還是在罵我 再處長第二次站起來 第二次先撥背一站 第二次又把同樣那本書拿出來 翻開另外一頁 一樣反漫而有力的朗路了一遍 朗路過後 一樣大聲讚嘆 寫得真好 這時候處長 站在那裡 任在那裡 表情嚴肅 可今越來越大可 任著這些 隱匯的寫這個官員 換處長罵人 處長罵的不是我 處長罵的是他們 處長講說 民間都已經幫你們做到這樣子的地步的 你們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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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蔑的可憐 你們這些人 打民間的這件事情 你擋得住嗎 就是處長罵 處長是有文學素養的 所以他讀得到這本書 《今生今世》 他當然讀的就是 《今生今世》這一本書 為其他的官員跟寫者 大概沒有無血素養 沒有無血素養 看完美 所以就在處長的幫忙之下 賞金船開出去了 這個跳過 我想賞金舵是台灣的 金屯重擔事件之一 防護殺害事件 我們過去跟金屯的關係 是這樣子的 殺戮關係 一直到1990年 受到國際保育組織的壓力 所以當他成為保育類動物 然後1997年有了賞金舵 即使他們是保育類動物 直到今天 如果各位要吃海豬肉的話 有蠻露米一樣都吃得到 因為我們的保育執法能力 不及海上 過去遺傳是可以寧物長等 把他們帶回來 那現在因為是保育類動物 如果你帶回來的話 恐怕會被檢舉 恐怕要持上官司 要花款 現在他們在海上就為他們肢解了 肢解船艙 肢解船艙 肢解船艙裡頭 也檢查不到 但是因為是保育類動物 所以因為這樣子他們必須地下化 那地下化就減少很多 這是第一個 再來是 再來是 有了賞金活動之後 真的有了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跟萬物的關係 大概會有三個層次的關係 一個層次就是生存等級 我們必須思考我們的腸胃 我們是食物業的高層 我們需要肉類斷斷斷斷 只要肉類斷斷斷斷 但是食物不是問題的話 自然就會提升到生活的動機 不是吃他們 不是以他們當成食物 這個就也跳過去了 他們的種類分別等等這一些 好 賞金船開出去之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我在這裡做個分享 剛剛提到船長的改變 船長太多的改變 不只這樣 船長一位過去也殺過海盾 他知道所有的魚刀作業 他開始賞金船出去 他眼睛看得到的魚船 在做什麼 他都清清楚楚 比我們都還要清楚 兩艘船在抓海盾 當然知道 比我們都還知道 所以回到港裡頭 賞金船的船長就會去拜訪他 拜託我帶著你去看海盾 你在那邊殺海盾 給人家看像話嗎 就是會有一個致漢 從此花蓮海益的金屯 或者幸福沒完的時候 不會被獵殺 所以有賞金船到 我覺得是跟金屯關係一大突破 雖然賞金船直到今天 還有很多人評評 譬如說 焦點都還在這裡 他們主要就是 當我們對金屯都還未充分了解一切 就貿然從事賞金活動 應該會妨害他們的生活 大概都是用這樣子的理由 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們套上甲板航行出海 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們的海洋教室 一直留在陸地上面談海洋 不會有太大效果 因為它是關係蠻難的 那海洋一定要到現場 海洋教室一定要在甲板上 那如果有一個好的景說言 足以連結這一塊 也就是將我們的海洋教室 從陸地直接從校園 直接繞到海上去 直接跟金屯的接觸 這個我也舉個例子 我曾經在東華道學同事中心 監課有12年的時間 我算是台灣金屯經驗透過的人 所以課堂裡面 我通常都會用 一學期用四個鐘頭 而且是分享金屯 分享金屯 算是少數金屯經驗通過的人 所以我的分享應該是很精彩 一定很精彩 但是我會帶他們 每個星期都會帶他們到海上去 到海上去 他們跟金屯直接接觸的時間 恐怕不到十分鐘 兩個鐘頭的行程 恐怕不到十分鐘 直接跟金屯接觸 恭喜 如果寫起寫寫寫我的報告 已經等於當主題的話 我發現所有的同學 報告的重點都在他的十分鐘 而不是我的四個鐘頭 我想在場是一個偉大的力量 一定得在場 一定得親身接觸 那才是你直接的感受 直接的觀賞 所以把它賞金活動當成是重要 剛剛提到自身處生活 如果海豚改變你的生命 那就是生命層次 那海豚真的改變你的生命 因為在歐行的精神技師 當我正在亞文學作家 然後這樣一路走過來 所以我們跟外物 跟環境的關係 大概有這三個層次 盡量提升自己 我們獲得的養分 獲得的機會都會更多 我想跟精準的關係 我們已經非常明顯的 從生存的層次 提升到生活的感激 這是賞金傳的代表 有一個媒體的 去年是賞金傳20週年 這20週年 有一些媒體做了一些報導 第一個我發現 當初還退的一些協助 也變成贊成 因為媒體的統計資料 單單跨聯港 這20年來 大約有500萬人次 搭上加班航行出版 500萬人次 剛剛提到這部的博士 唯有接觸才有機會認識 我們終於有機會來到海上 不只看見海田 還回頭看台灣 我想最重要的一度 是賞金活動給人採出去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從生存提升到生活 這個進步 20年不到 比日本還要快 日本到今天都還在吃海豚 他們的超市都還擋著 進層肉在賣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跟金屯的關係 已經完全反駁地生存 所以剛剛提到說 晚餐吃海豚肉 大家都已經有很多東西 這麼可愛的動物 怎麼可以吃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已經自然而然地 從生存等級 提升到生活等級 會專門去吃海豚肉 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的稀有了 所以金屯在台灣來說 它已經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賞金船 對於台灣的金屯 對待關係 往上快速的提升一步 20年已經完全改換 完全改換 當然我必須說 也許賞金船在海豚裡頭 對他們會有一些生態的亡害 但是在情依之際 就是對於金屯 其實它的傷害 對於金屯 他們在我們的海豚 過得好不好 他的土徑好不好 那那個真正妄礙他們 真正傷害他們的 我比較專業的了解 我覺得更重要的 有很多很多 是我們不知道的 比如說柳翅瓦 比如說他們每次擱淺 被裡面拿出來的 很多很多碎條垃圾等等這一些 我想這個是對他們傷害 我簡單用個例子來說 柳翅瓦傷害他們 台灣使用柳翅瓦的頻度 數量 我做過一個統計的估算 每年死在我們柳翅瓦上面的海豚 超過五千隻 超過五千隻 那他們是社會性很強的動物 柳翅瓦最可怕的 它是一種以柔克剛的毒魚辦法 整張網子在海邊上飆 海豚家族裡面的一隻 不小心撞在網子上面 其他家族不會放棄他 其他家族會一直過來想要救他 所以第二隻傷網 第三隻傷網 我補過以後當然清楚知道 一張三公里長的柳翅瓦 天亮收網的時候 二三十隻海豚一起死在一張柳翅瓦上面 是幾張圓的事情 我用我的經驗做這樣的估算 每年死在我們柳翅瓦 有多少船隻在使用柳翅瓦 柳翅瓦稱為死亡之牆 聯合國照一聽公告 禁止在公開使用 我們對洋洋遺傳不准帶 帶人會讓台灣受到一些貿易資產 嚴禁喊水不一樣 沒能管 也沒有太多人知道柳翅瓦是什麼 柳翅瓦長刺嗎 很多人問我 很多人認為柳翅瓦是大小網子的問題 都不是 它是魂魄的問題 像這樣子嚴重的問題 沒有人去提到 而提到賞金活動 也許有一些細微的生態干擾 但是它實現的讓我們到海上去 能夠經由接觸 他們是海洋動物明星 很容易讓你把他當成是你海上的朋友 關心你的朋友過得好不好 讓我們跟他的關係大幅的提升 當然更理想的狀況是 賞金船如果能夠有些規劃的話 當然是更好 當然是更好 盡量對他們的傷害把他降到最低 對他們的生態干擾把他降到最低 那是更理想的 這是我對於賞金船 對於這個主題的動作報告 謝謝 我們先把學生的過分級獎 再看看有沒有 我上課了 一要課跟討論 圖書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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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分心的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很糾結於世界本身的話 你就會發現 很多事情其實真的沒什麼改變 就像我之前找的東西 也會找到一些舊簡報 你就會看到說 其實你把日期圖掉 其實二十年前的簡報 跟今天的簡報 可能也沒有什麼太大不同的 就是很多事情一直反覆的在重複 所以有時候我跟我姐都看了 像說做東寶 就有一種匍匐前進二十年的感覺 你好像那邊爬行的老半天 好像整個大環境 就是沒有什麼在變化的 尤其是比方說像 像剛剛提到去年寫的本書 那我在寫的本書的過程裡面 最痛苦而且覺得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說你發現你跟不上 你沒那麼更新 你一邊在寫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記得尤其一張最深刻 就是我那時候寫第一張 我日午先寫動物園 每天都有新聞 你根本不可能 就是直到出版後 我下個月剛好 因為我們鬥寶學院那邊 有一個就是今年第一次嘗試的 一個課程這樣子 然後我就做分享 我真的是去演兩千影片做同一天 我就開始Google 新聞 然後不用多一個月內 你就隨便找就是 就隨便搜尋 就是一堆世界各地的 這種不同的動物園發生的 各種各式各樣的殘酷 或是死亡的事件 所以因為說 你有時候會覺得很難挫折 就是覺得 這世界好像沒什麼改變 就是會不會這種努力好像就是 付出流水 那可是如果都一直很謝謝這樣想的話 就是其實事情是做不下去的 日子過不下去的 所以其實這一題對我來講很難 我想了很久 就是說學生 那學生這幾年 這20年來吧 就是說那我自己觀察到的 他們的變化到底在哪裡 那我後來想了很久之後 嗯 我覺得這其實 早期 因為這種動物方法 它不是一個檯面上的 就是還是回到 剛剛說 大家覺得那是你的愛好 就是大家會特別想到說 這老師很喜歡動力 所以他們私下遇到疑難雜症的時候 他們會來問你 所以就是 包括朋友圈 學生圈 甚至就是 我有陣子就是我同事打電話給我 我都以為說他撿到貓這樣子 就覺得好像敵人就是 有撿到動物的時候 結果你好像是一個 那個call out專線這樣子 那個是 就剛好因為 其實剛剛在找之前那個叫案 的那個照片的時候 因為 因為 就我 那一堆叫案其實 我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所以我找遍找不到 我就想想說 欸我好像 之前其實那一堆叫案是在 那個大掃除的時候 長出來 我記得我那種在臉書上 就找到的時候 就 就有 就把它拍上去 就找 就剛好找到說 其實我放那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 你寫了一段話 那我覺得那段話 剛好好像就是 可以說是在 回應這一題吧 就是說 因為其實 就剛講 那個關係 就是比較思想的 所以 你就會看到 其實會來找你的 那當然就是 他已經有 關心這個議題的 這樣子的一個 鮮豔的條件 所以呢 就是說 那你會看到 他們來找你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很盲然的 就是他 他要不然就不知道 該怎麼做 然後要不然就是很痛苦 就覺得說 他可能會看到這些事情 他 無力感很大 那 我自己其實真的 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真的還蠻擔心 就會說 因為你會看到那些同學 因為他 一下子他就說 他想要去做一些事 然後他們往往就會 非常積極 然後 可是 動跑這件事情是一個 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挫折感會非常巨大的事情 而且是一個 坦白說就是 就是不會太愉快的嘛 所以 所以我記得之前 有個朋友 他用一個很好的體育 他說動跑 就很像 之前不是有那個電影 就是說 大家在母體裡面 有沒有 比如說那個好幾層夢境 所以說 一般人其實就是在那個 母體裡面 然後過得很開心 然後你這些看到真相的人 就說 就用那種 就是好像在地底 要穿得突破爛爛 然後就是 召喚別人說 你一起加入這個地底 突破爛爛的世界 然後他當然就會 很不想要理你啊 因為他在那個母體裡面那種幻想 不要看到真相的那種日子 比較舒服嘛 你開始看到一些東西 你意識到一些問題 然後你想要去做一個改變的時候 那個代價 各方面的代價 就是你自己生活上的代價 你的時間上 金錢上 心情上 各方面的那種代價 以及你會開始跟周圍的人 變得有點格格不入的 這樣子的一種 各種 也是一種成本啦 那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的 其實我常常會看到一些同學 就是說 他窗很快 而且他可能一開始就覺得 比方說 他就跑去收容所當志工 那種我都很害怕 就是 他一去之後 然後發電說 天哪 然後就遭遇到巨大的打擊之後 就陣亡了 其實這樣 真的有些例子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說 他就太大的驚嚇 然後那種心理挫折 他受不了 然後就放棄了 那我都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後來就常常很怕他們 跑太快 然後一方面是 那當然我覺得 棟寶 任何人都一樣 就一定都會難用不齊的 然後有很多人的目的居心 有時候也不見得這麼單純 那我常常會看到他們就跑去一些 我覺得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一些團體也好 或是一些抗議的行動 可是後來我覺得這個是在 找到那一天救援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頓悟 就覺得說 其實我自己回頭看我這20年 我一天使得說真的也非常天真 包括我放那種 那個 那個 屠宰場的影片 我現在又不敢放 我現在開動物的課 就是那種越敏感的話題 我反而是越 越謹慎了 就是越不敢給大家看 就是所有可怕的影片 我都不敢放 反而是學生 就他們期報報告的時候 他們會放到什麼皮草 我上課從來不敢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下學生 我都會很擔心把大家下跑 所以 可是有一些 我後來發現說 他們自己開始接觸 他心理強度夠大的話 他開始去嘗試理解 我發現他們其實有他們自己的一個方法 去接觸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那好像天真一點也沒關係 就讓他們去嘗試錯誤吧 那好像慢慢的也會 就是找到適合自己的一種髒事 所以這幾年 那當然後來 就像剛剛提到 因為開始把這種動物研究 然後跟我的教學 是試圖去做一點點的結合 所以那這幾年就開始 我覺得剛好 當然我覺得 我很幸運在我們學校 那麼細 其實等於是一個 一個相對開放度很大的戲 那也很包容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好像 架看之下 你們已經看到很奇怪的這種嘗試 所以 這幾年我們就開始 等於是在心上開學生課 然後就把動物這樣的一個主題放進來 那把動物主題放進來呢 其實我會盡可能的希望就是說 同學在這個課堂上 不是我去告訴大家說 你們要愛動物 你們要關心什麼什麼動物 而是我會希望把各種 就是我所了解的動物處境丟出來 那丟出來之後 然後讓他們開始去思考 所以其實曾經提供我 有學院寫信給我說 老師你跟我們講很多很多問題 可是 嗯 你好像都沒給我一個答案 說怎麼辦 好那 我想說 我如果知道怎麼到 我就不用開課了 好對不對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它無解嘛 因為我講 就是講了很多很多 然後很複雜的東西 結果跟他們說 這一題可能至今仍然是無解的 那他們就會心理上 因為這也不太符合以前 我們教育的習慣嘛 就是好像我告訴你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給你一個解決方案 或者說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走 那我的課程當中有這種東西 可是我就會希望說 大家可以開始去思考 然後如果你真的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那這個課堂可以幫助你去想 你能做什麼 所以這兩個方向其實都是 我在期末考的時候 我期中考的時候 會固定這樣去想的這個問題 然後所以有些人就看起來像說 因為我叫他們寫那個經費預算書 其中考學就是說 就好像中文系考的很怪這樣子 就是你要去列預算 然後可是因為這兩個都是 我自己實際做過的事情 就是說當你真的進入到 那個行動的場域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你要開始去思考 那這個體驗包含到 你自己的閱讀的廣度 然後包含就是 其實剛剛講到募款 那現在就是你想要做事 那當然募款的方式 其實也越來越多 那從這裡面去想像說 你在意的議題是什麼 那你如何去執行 那因為現在真的也很多 像這樣子的一些什麼 keep walking 就是會有一些這種 你有一個想像 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有一些企業 會願意贊助你 那我會希望 他們這樣的一個能力 跟思考是可以帶到社會上 就會說 你將來 你真的想要去實踐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你可以知道怎麼做 所以就讓他們去規劃 比方說有100萬 那我後來就幫人說 其實同學 他們對於錢的想像都很可愛 就是那個100萬都很大 然後我還看過 我同學說 他要撥裡面的一部分的款項 來收買官員之類的 我想說那100萬可能不夠啊 你可能要有這個 非常天價的預算 就這樣覺得 我們先打通 第一步的這個 這個通路好像也沒錯 這個思維的方向 我覺得就蠻有趣的 這時候裡面其實也可以看到 大家的一個想像力 然後很關心的一個事情 那後來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豆腐這件事情 那這幾年來其實確實 就是說 真的在意的人就變多了 就是說其實 包含我們今天為什麼可以 坐在這裡聊這樣的議題 這樣的事情 在20年前是不可能出現 不可能發生的 它會被當成是一個 值得去在意的主題 所以之前多多無研究 那常常遇到的一種 審家意見的質疑 都說這有什麼好做的 就是這些東西都不是文學 甚至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那或者是反過來說 那你有沒有生物系的 那你做什麼動物出解 動物研究 那你有這種 什麼生態背景吧 那可是我覺得 現在這個觀念 其實真的有慢慢的 就是被改變 所以包括像這兩年 集中文會 他們開始有那種 就是動保的 說不是論文的一個 一個獎助學經 獎勵經 就發現說投稿的那個稿子 第一年他們失敗的時候 好像只有兩天吧 那去年我們去平的時候 就發現有八、九天了 就同一個年度 然後從不同方向 有那種公共政策的啦 然後有去調查 那種貓咪咖啡館的啦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關懷的主題 它其實是 也慢慢的打開跟擴大了 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說 其實真的就是 每一個人 在你自己的位置上 做你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自己 這兩年 比較感動的 就是有一些學生 就會發現說 他可能出去 他的那個工作的實踐 我覺得我以前的想法 會比較好像 就是還是比較局限 會覺得說 很遺憾 很可能這個同學 也許他的研究方向 不是一個這麼明確的 就是做動物主題 動物研究 那可能你會覺得說 他們關心的東西 好像乍看之下 還是跟動物沒有什麼關聯 可是你後來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如果有這樣的 一個念頭 就是說 這如果是他的在意的議題 那他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 我覺得他反而是可以去 把那個力量 就是滲透到 更多不同的層面 而不是一個這麼縮線的 聚焦的一個 就是做動物書寫 這個東西才叫做相關 所以像我們自己 系上畢業的這個同學 他現在在冰分板當主編 那你就會看到他自己 他是去做很多膚淺 他自己也寫一些潛水的 魚類的觀察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在他的一個主題的 或一些活動的構想上 他常常就會把動物拉進來 所以之前他就找了一些 不同的領域的朋友 然後讓你去對談一個 然後就是說大家怎麼也是一樣 怎麼樣去把那種動物公開 去做一種跨界的 你會看到可能做廣告的 然後這個 有一個很會唱歌的一個女生 他寫一些動物的歌 然後他本來是社工系的 所以就是很有感染力的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我覺得他就透過 他自己做了一個編輯 那他用他的方式 然後把這種聲音帶出去 那或者像右邊 那是 他其實是我們創音所畢業的同學 那 就前在博客來 去負責那個 那個企劃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邀稿 就說他剛好負責要去推廣 愛心書這本書 那可是呢 比方說他要邀我偏稿就好了 他就說 他希望裡面 可能至少有個天 是比較從這種 人跟自然的關係下去走的 然後他就來邀我寫 我就覺得說 也蠻感動的 就是 可能他們的職業乍看之下 他都不是一個 這麼直接相關的 但是 如果你關心這件事情 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著力的 那 那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這幾年 可能在學生 可能覺得他們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反而不見得需要 好像擺明一個大招牌丟出來說 我很關心動物 而是你怎麼樣在生活裡面 去做這樣的事件 那我覺得那個力量才會長久 那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觀察 謝謝 謝謝 想請問廖老師 就是你一開始是從事捕魚的工作 那從 從 因為你現在是關懷海藍的動物 那想請問妳這幾年來 妳心境有沒有什麼轉變 然後也想請教黃老師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教授 他也是研究動物文學 動物的文學的議題 然後他也是上課 他就跟我們說 他看到有人在路上牽著狗 他覺得他看得很不舒服 他想打那個人 然後我就是想 然後我自己也有養狗 所以我其實我就很害怕 對啦 然後我就想請問 對 我就想請問老師 就是妳對人跟狗之間這個關係 妳有什麼看法 謝謝 我想每年一定都在改變 每年的心境隨著年歲的成長 一定都在改變 停在那裡就完蛋 所以從捕魚開始到就經濟觀察 有人覺得這個是跨了一個很大的 剛剛提到國際師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自然的階段 有了捕魚才有進捕 有人進捕才有後續的一些還要活動 藉這個機會 我也對於激增監視這一本書 我再提到 這本書我缺版之後 我面對的兩個事件 第一個事件就是 我們基金會大概來到花蓮 成為黑朝陽明教基金會的志工的 都是讀了這一本書 所以這本書 在我們的基金會裡面 變成是一個神奇之書 因為這本書 大家聚在這裡 一起對它做一些工作 當然我也曾經在某個大學 有關一段洗手在那裡演講 演講過後的交流時間 就有一位先生直接挑戰 我就是看了你這本書 才寫成這個戲 現在都要畢業了 你讓我失業 應該讀了這本書 沒有出路 讀了海洋的科學 對台灣來說 的確是這樣子 猜我怎麼回答 我的回答是 沒有路就是最寬寬的路 很巧妙的就離開了 我想每個人一定都在 都在生命歷程當中 是不斷地改變自己的思想 改變自己的能力 我對於關於運動這件事情 社會運動這件事情 我倒是比較樂觀 雖然說進步慢慢 但是回頭來看都看得到 我們進步來說 過去 雖然現在劉次王 對他們傷害人們窮在 對於劉次王 是否在台灣消失 都還需要更大的能力 但是我們對於整體台灣 對於金屯的觀點已經改變了 改變之後 就有機會去處理劉次王這一塊 因為更多的支持 以後提到金屯議題 挺讓劉次王好嗎 我想民意會非常支持這一塊 這一塊如果民意統一的話 政策就會改變 如果我們台灣的民主制度 或者休憩制度 會讓我們有機會去改變這個 過去一直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心境上我想每年都在改變 甚至每個月都在改變 每天都在改變 因為一個新的信息進來 一個能夠改變你的思想 都會改變你的態度 謝謝 我想人跟狗的關係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但是我覺得 如果回到你剛剛說的情境裡面 就是說 今天可能我關心狗 然後我覺得 我有一套狗應該怎麼養 狗應該怎麼照顧 人應該怎麼跟狗互動的標準 那我看到外面的世界 一般人可能不符合這個標準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心理上會 也許會有一些不愉悅的感受 那可是就是說 那第一個 其實不當飼養 就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其實它是沒有標準可言的 或者是說它在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標準 那不同的時間點 我們對於不當飼養的想像 也會有不一樣的態度 那剛好之前我考過一個學生的說論 他在做台灣的工作權 那他就去做了很多很多實際上的訪談 就是南部他們 就是淋養狗的時候 很多都會帶回去 顧餘溫啊 顧養雞場啊等等 那你就會看到 這些人用對待狗的標準 如果以我們的都市的 或是動保的眼光來看 他通通全部叫做不當飼養的 那可是你把他們都打一頓嗎 也不可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打人家一頓 他們只是也不會感念 所以他就會回到一個 就是說那你怎麼去 慢慢的讓你覺得好的觀念 或你心裡覺得好的標準 然後去影響別人感念別人 我覺得他會回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他其實第一個需要技巧 第二個你沒辦法急 所以我覺得我以前就是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也會用那種比較直接的方式 就是你覺得不對 你會直接講 那或是說 你會覺得我在堅持某些理念 可是你就會成為那個 潑人家冷水 就是讓別人很尷尬的人 你比方說那種吃喜酒的時候 那魚翅跟他們說 喔吃魚翅 然後因為很殘忍 那雖然沒有往下說 你們叫魚翅怎麼來的嗎 當然沒那麼忍忍念 但是就是說 你那個話一講出去 那同桌所有的人 就是他首要那一碗 他就不知道該如何甚好 所以我常常也會 就會開玩笑跟我學生說 你們如果有的時候 看到你的朋友 也許他還沒有這樣的觀點 就是他還不在你的 這個脈絡裡面的時候 他們可能做了一些 我們的標準 覺得不對的事情 可能要跑去海洋公園玩啊 看海洋表演啊等等 我們會覺得說 喔這波OK 可是我說你不要跑去 人家那個臉書下面留言說 喔你看過寫色海灣嗎 有沒有 好就是 這個馬上就可以瞬間 讓人家就是 不知如何自處 就像你看到人家 可能牽著狗 你覺得這不OK 就是狗不應該這樣被煉 被煉拳 可能有福利 可是 你如何 婉轉的去達到你想要的 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我覺得他當然需要一些 人際的溝通的這種智慧 那就是一步一步 就是真的 就像我剛剛說 我都把想像的滲透 就是慢慢的 讓那樣的觀念滲透出去 而不是站在一個 我指責別人 就是這樣不對喔 你知道正確的觀念應該是什麼嗎 我覺得 人的利用法會很強的動物啊 你一講完之後 他更不高興 他感覺你們這些就是 什麼正義魔忍啊等等 那在行為上 他其實也不會去改變 他會無助於那個關係的改變 各位第二段 有沒有其他的提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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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我跟廖老師從 從陶害人 精神經事 到黑潮漂流的這些書寫中 一定觀察很多精疼 那這裡面有最喜歡的精疼或海洋生物嗎 那我在讀精神經事儀的時候 有一支會已經是描寫到擱淺以及處理的部分 那通常我們面對 面對精疼擱淺的話 要如何處理這樣子 然後我要問一下黃老師 就是 就是近年來多少孩子會有那種 氣養或是虐狗事件 那我們 真的能夠從教育來改 來把這樣的問題降到最低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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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擱淺的問題 擱淺專家 精疼專家做的推論大概有四八種以上 但是都無法證實為什麼擱淺 為什麼擱淺 那大致上我所了解的擱淺大概分成兩種 一個是個體擱淺 一個是群體擱淺 那個體擱淺通常都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動物的生老便死 那他們在海洋裡頭 又特別是孤獨動物 主心就是來自已入地 所以當他們身體不適 當他們已經快要死亡 有一種推論就是說 换回入地 换回自己的主居地 所以會到岸上來死亡 當然這個都會獲得證實 那通常個體擱淺都是受傷嚴重 可能就是老病 那通常這一些就在國外的話 只要確定他是這種狀況 就不會去做救援 因為整個救都沒有效 整個救都是 那台灣比較盲目 台灣就是會 也不分他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大家一起去救他 然後投入了很大的能力 但是最後還是死掉 我們看到絕大部分都是這樣的結果 所謂的擱淺救援 絕大部分都是這樣的結果 那唯一可以救的就是 集體擱淺 集體擱淺有一種說法是 精準的家族 通常都會有一個領導者 那領導者也許因為 因為某些機能的上司 或者判斷錯誤 帶著家族整個上來擱淺 那這個是失誤 除了那個手臉不應該拱淺 他都可以救他 他讓大家都面對死亡的威脅 不過這開玩笑 其實都可以救他 也就是可以救的是 集體擱淺 而不是擱淺擱淺 這是我對於擱淺的了解 那台灣對於擱淺救援 我還遇到了一種狀況就是 過渡了 過渡了 就是 救援之後 放在水汁裡面個體 那當然需要 因為24小時照顧 都需要很多的資格 也是很多 特別是大學生 相關科系就可以徵召了 所以他們有機會 在水汁裡面照顧自己的 其實所有的野生都一樣 在受到擱淺這麼大的驚嚇之後 其實他的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這些照顧的志工 趁不注意的時候很想下水 然後去抱住他 去拍拍他 其實他對他都是致命的 絕對是致命的 那其實這些都是可怕的心願 那他為了表示他的慣性 所以過渡的照顧等等這一些 包括擱淺助援單位 我也直接做過這樣子的批評 批評就是 不該處的就是 打一陣讓他安樂死 減少他擱淺的痛苦 讓他安樂死死 其實每一隻 堅囤擱淺之後 只要超過一段時間 沒有順利讓他回到排水裡頭 他就注定死亡 因為他的整個體重 在不是水的狐狸之下 上岸擱淺 他自己體重就會把自己壓在內出血 內臟就會出血 所以一段時間 如何救都不能救了 那在國外的例子就是 有一個抽他的血液 來探斷他的生存荷王 大概一探斷就知道 這一隻是 這麼救的就過頭 就打一陣讓他安樂死 就這樣他就痛苦 我想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開始來對待 這一段割成救援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 好 那關於氣氧跟虐待這樣的事情 我想 當然無論如何 它都是持續會發生的 而且是不分國家都持續會發生的 那任何國家 任何地方都會有 心理有趣的原因 這麼說 或者是各種 因為各種理由 去虐待動員 那這樣的case 我們可以想像的是 他其實必然 也不可能 杜絕他 沒有辦法 就跟你說 蕭仁放火這種事情 也是一樣 人有歷史以來 他就還是會持續 但是教育有沒有用 我們是相信 他是可以改變一些事情的 你就會比方說氣養 有些人他可能是 因為他真的就是 他沒有那個觀念 他可能覺得 那我就是不想養了 那就是回到 剛剛說的其實也跟 人跟動物的關係有關 他覺得說 這狗沒用了 醫病很貴啊 就是弄為沒錢 那丟掉好了 或是他可能 對聖龍所有一些 其實不符合 那個實際狀況的想像等等 那這些東西 他就有可能是 透過教育去改變 就是 也許說 教育可能太沈重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 觀念的推廣 就是你如何 讓那樣的一個觀念 慢慢慢慢擴散出去 然後讓他 也了解說 原來這樣的做法是 是不對的 然後我也說 原來我把那個狗丟去聖龍所 原來他會死 現在不知道的 他覺得說 我就換個地方 讓聖龍所去照顧他 那這種東西 當然我覺得 他就可以透過一些 我們不斷的 持續的把那個觀念擴散出去 他會發生一些感驗 那至於虐待 他的內定位發生 所以他必須要回到 包括法律啊 包括 當然我覺得社會的觀念 還是有感驗的 所以 現在的虐待 虐待案件 不見得是變多了 而是他的能見度變高了 大家開始意識到 這個是虐待 然後會有一些語論的譴責 那這其實是社會氛圍 改變的結果啊 那這個氛圍的改變 其實還是透過這個教育而來 好 那我給你簡單回事到這裡 因為我覺得 我們時間大概已經差不多 剩下七分鐘走了 好 我們開始進入第三個主題 介紹必要的動物 所以 生命無學 這個部分呢 我請封老師推薦 好 因為 我看的書真的很少 有朋友像我說 喜歡寫書 不喜歡看書 所以 只要我推薦 我只能推薦我寫的 好 請封老師推薦 簡單講一下 個人經驗的部分 我就不談了 其實就是小時候 看很多這種動物故事 然後 反正看到動物死掉 都很傷心 所以長大之後 有一陣子 其實我反而不太看動物文學 因為你知道 都會死掉 就幾乎就是一個 反正 但凡有動物文學 他們都會死掉 這樣一個普遍的狀態 所以 可是我覺得小時候 這些故事影響蠻大的 就是說 裡面 就是有一個動物的那種運動 那都很打動我 那這大家比較 的成長過程裡面 就是 在當時期也都很 很創銷 很受歡迎的一些 這個動物故事 那結果我就不談 我直接談分類概念上的一些書單 那這個也 其實這也是 就是說 其實真的要講起來的話 那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就是等於按一個 類別 然後大概的就是列了幾步 我覺得也比較可以 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然後可以去看的 那我不一本一本介紹 好 那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想談一些動物倫理的話 那我覺得狗事寵物 諸事實物 這本是目前為止 最 最 把各個議題都還蓋進去 然後又比較入門的一個思考的 那道德部落這本書 其實它不是真的在談動物 那但是我覺得 它對於我們今天很多 那種社會議題的思考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就是說 因為它其實是從那個 效益主義的觀點 那可是它去談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我們好像 常常陷入一種 道德上的一個 彼此的指責 就是因為我們各自有 各自的 它說這是一個部落的概念 我們所認為的正義 其實在另一個部落裡面 並不是這樣認為 可是我們常常會以為 我們自己的正義是一種 絕對正義 那我覺得它裡面的很多 那種思考的梳理 其實是可以把一些 那些觀念的部分 尤其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陷入那種 迴圈裡面 就是不知道該如何 去跟別人論辯 那我覺得它的整個思考 我覺得是目前為止 我看到覺得比較清楚的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按幾個 動物類別的 這個方向來分的話 那當然 我盡量每一類就是 國內國外都都放 那當然包括台灣的話 就是像美秀老師 就是它的黑手衣服方面的一個努力 然後當然就是 美秀老師 它最近這一個我很喜歡 這個 這個黑場漂流 我覺得剛好也可以 帶出一個 它真的這幾十年來 我覺得跟海洋接觸了 這麼多年的一種 變化的醞釀 而且我覺得那整個過程 就是你看了 都會跟著這個心情很齊 這樣子 就是 到底這個狀況 就是有沒有辦法解決 那外國當然這方面的書 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就談兩個作者 一個是那個 蘇利密基的作者 哈斯克 我很喜歡他的書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那種 生態觀是一個 把人放回整個 系統裡面的一個概念 那整個思考 我覺得是真的 比較寬廣的 然後意外的守護者 這最近才出的 基本很有趣 它其實裡面有一半以上 在談外來一種的議題 剛剛吃飯還在講外來的概念 很多時候其實 你更打開一點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界線 不是大家想像中 真的那麼乾脆 這麼二元對立的 那另外它其實也在談一個 公民科學 其實台灣現在也在同一個概念 就有那個路沙社 就會鼓勵說 全民其實你都可以去參與 這樣子的一種生態的觀察紀錄 那它裡面也談了一些 這樣子的實踐的方式 那同伴動物當然就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那當然以台灣的自然書寫來講 那當然最有大表性的 一個劉克翔的竹天心 那分別就是 之前劉克翔寫狗 然後竹天心寫貓 不過劉克翔後來 也去香港林南大學住校 好像寫了香港的貓 那我覺得香港的貓 跟台灣的貓 剛好也有一些 可以對話的部分 那如果比較要去談 像剛剛說到 狗跟人的關係 我覺得目前為止 書裡的最清楚的其實就是這本 狗與人之間的社會學 那很精采的一本書 然後貓的話是前陣子這本 就我們為何成為貓奴 就是為什麼會被貓同事 就會發現那個 人跟貓的關係 和人跟狗的關係 其實非常非常不一樣 貓是一種 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種存在 好 那 表演動物的話 我其實刻意放了兩本 非典型的動物文學 因為 這其實也是我這幾年 一直想要去推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就像剛剛說 早期我們沒有所謂 動物書寫這樣子的觀念 我們會把它放回那個 廣義的自然書寫裡面 就比較偏生態的 會放回那個脈絡 那如果比較偏文學的 它就會再過去那個 動物預言的脈絡 然後動物能裝飾的 就是說動物會被當成 是一個擬人化的這種存在 那可是我自己一直覺得 就是說我們現在 就看動物書寫的一個觀念 它其實可以再更打開一些 就是說它不必是那麼典型的 那麼傳統的 然後那麼完全從頭到尾 就是動物主角式的 而是說這個故事裡面 有沒有什麼部分是 就是它可以讓你重新去思考 那個人跟動物的關係 或者說它反映了某一個年代 的人跟動物的關係 那我覺得它都可以當成是一個 廣義動物書寫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放了當然就 大家很熟悉的民意老師的 之前入圍部會講的這本 《單車世界記》 因為我觀察我的學生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人 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是看了民意老師的這本書 之後才想說 原來戰爭的時候的動物園這麼可怕 就是原來動物是會被處分掉的 就是說這個 這樣子的訊息 其實它是透過一個小說來 來認識來理解來接近 那包括它裡面寫到那個紅毛猩猩啊 那都是台灣真實的 過去的人跟動物互動的歷史 那另外上面這本 拉丁美中介小說 我自己很喜歡的 《天天最落之聲》 它裡面其實它從那個 荷馬被射殺開始 它後面勾出來的 其實是他們的整個 就是 那兩隻荷馬其實是 他們最有勢力的那個毒販 它的那個非常龐大的 私人鬥物人 因為後來這個毒販就是 被殺了之後 那個動物人就荒廢了 結果這些荷馬卻在那裡生存下來 而且就變得太多 然後就跑出來 然後被射殺 它也是從一個真實的 這個新聞事件出發 然後把它放到那個 小說的情境裡面 那我覺得它同樣都是 我們今天在談動物書寫的時候 應該要放進來的很好的作品 那經濟動物的話 比較多都是會從那個 文明的部分談 所以當然最經典就是 動物解放 其實整個動保的觀念 那個性格的這個 這個重要的這個代表作 它裡面其實一大部分 就是從經濟動物的處境開始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台灣我覺得目前寫到 經濟動物的非常非常少 那不過呂新聞的 《此生》這本書裡面 它其實有提到 就是一些好像屠宰場的 然後包括它路上看到的 這個要被運去屠宰的 經濟動物的那個 那個處境的思考 那當然 這一塊就會比較跟一些 理事論類的書放在一起 那吃的美德 還有一些比較 哲學性的討論 我覺得還不錯 那實驗動物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覺得那個書的數量的多寡 剛好也反映了我們跟不同動物的關係 所以就像 我們只好就說 它今天多加九利格 對不對 這是因為我們跟海的關係很遠 那同樣動物的書 就是多到你根本 夺裂不完的 那實驗動物是 在所有動物議題裡面最冷門 然後最不受註意的 所以 早期 我記得我兩三年前吧 那時候幫獨立書店他們辦那個書展 列一個書單的時候 根本只有一本 就寫之密實 它裡面 它其實也不是真的在講 實驗動物 它在講那個 人的醫學發展史 但是裡面有一大塊 其實都是從那個狗 狗的接口實驗開始 怎麼樣去換寫 那其實很殘酷的 原料理史 但是書本身非常精彩 那這兩年慢慢 就是剛好 今年初吧 出了這種 我覺得很有趣的 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們多聰明 它裡面就講到很多 就是說我們過去 對於動物的那種認知 我們會覺得 啊只有人會怎樣怎樣怎樣 那可是現在都慢慢的需要 去做一些調整 那裡面有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 它說其實 會不會是我們根本 不夠聰明到 可以了解動物的多聰明 所以過去我們的實驗設計 很多都會有瑕疵的 比方說你給大象一面鏡子 然後那鏡子小得不得了 只照得到那個象腿 然後你就說 大象不會照鏡子 它沒有自我認知的概念 然後事實上就是 從大象那個角度 它根本 它根本看不見 那個鏡子裡面照到了它的影像 譬如說它沒有認知能力 過去我們玩很多的實驗 是基於這種非常粗糙的 這樣的一種研究的方法 那我放蟑螂接著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說蟑螂為什麼會在 實驗動物這裡 可是其實裡面有一章 就會提到 蟑螂其實是我們最重要的 一種實驗動物 我們用蟑螂進行了各式各樣的 你難以想像的實驗 包括把蟑螂向到外太空 所以它幾乎是實驗動物裡面 我們數量實驗最龐大的一種 而且因為大家覺得最沒有道德上的考量 所以那是蟑螂有這個部分 好 那其實 當然我覺得書在那邊也不管了 不是就是說 就像剛剛提到 我覺得就算不那麼典型的 這種動物書寫裡面 其實也可以讓我們去回頭思考 這種人跟動物的關係 包括很多的大科文學 或是表面上看起來 比如說切個瓦拉丹粉 其實它是一個短片小說集 可是非常的精彩 然後那邊第一個故事都在講說 有一個研究生去研究 那個 大丁美洲那邊 一種 一種瀕臨絕種的鳥類 結果被抓了 然後就被當成那個 俘虜 當成人質要去跟那個 美國交換 結果這個研究生 他被那些叛軍抓了之後 因為他就真的發現那個 哇 非常非常稀有的美麗的鳥類 結果後來他就放他 就肯走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發現 然後可是他最後發現說 那個叛軍跟那些美國人 他們反而就是 在那個利益交換的過程裡面 他們其實根本不在乎 他們現在在 在爭取的這些東西 在這塊環境到底 在面對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好像有點黑色幽默 可是其實他同樣也可以帶我們去看到 就是說我們是怎麼看待都有這件事 所以就練一些這樣子的書單 給大家參考 謝謝 我想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這一段就不回應了 那會後如果有另外的 我直接跟黃老師就請教 那今天我想就到這裡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謝謝各位 謝謝 剛投下書店有黃老師和邀文基的兩個書 可以購買 然後陳老師簽書 我們相信兩位老師參財的有說 系列開端 我想我們會也希望我們參與這個系列 也請大家注意 謝謝 謝謝